由先BRT整体报道 一年好几天带您看了世界各国的BRT 也就是公车捷运系统 当然包含我们台湾的嘉义 大家都希望用这样的概念 去打造一条绿色的运输动线 只不过BRT要能够成功 要靠很多的配套措施 南韩首尔是成功的案例 他们让开车人口减少了20% 我们的记者就跟着一位通勤族的小姐 看看她为什么愿意 折小车换大车 大多数的首尔上班族都和蒲小姐一样 住在首尔市郊 每天早上7点多就要出门上班 花一个多小时通勤到市中心 不过密集的班次才站上路口 她要搭的蓝色公车已经来了 首尔公车以颜色区分属性 而蓝色连接的正是从郊区到市中心 我们在家中心里面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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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有很多人 首尔一万四千辆公车全都装有GPS 所以人手一击的首尔市民 早已经很新外用手机查询到站时间 这一趟上班 胡小姐还必须换车 下车前 她已经查好下班车的到站时间 所以下了车过个马路 立刻就能衔接上公车 所以这一套路程虽然换了三班车 却只需要花一段票的钱 方便免费都让民众 更愿意使用公共运输 其实胡小姐以往也是开车族 比亚提供车出现后 改变了她的初期习惯 首尔的BRT成功培养出 与其原本开车的客群 但公共运输要成功 并不能单靠BRT 每小时820台的BRT公车 在这个国口通过 民众穿越斑马线 就可以快速换成到 其他的交通工具 一般车用的道路空间 这道路的有用空间 使用这个道路的有用空间 所以巴士可以使用 巴士停车 这곳的停车停车 是一时的820台以上 的多数人使用 停车和地下车间 的直转通路 民众的换乘时间 从过去的15分钟 到现在只需3分钟 出行时间缩短了 而整个由BRT公车 建构器的路网 覆盖面大 更开进捷运 到不了的地方 当公共运输带给民众的观感 是正面的时候 私人运居的使用 才有可能减少 创造更宜居的空间